哈喽大家好 我是草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最新的大陆客户购买比特币的视频 第一次接触虚拟货币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在币圈有非常多的骗子 骗局呢也是非常的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非常非常的重要 会教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一个完整的流程 所以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是新手 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的我们会按照这五个步骤从头到尾的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去注册一个OEOKX交易所的账号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OEOKX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EOKX币安火币 在国内我们一般叫OE 在国际上一般称呼它为OKX 选择OE的原因呢是他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接受大陆用户 但是呢币安火币现在已经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了 选择OE的原因第二个就是它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相对于其他的交易所 它的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这边有我的邀请码 如果你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还有10美金的返营卡 最重要的这个是最划算的 你的手续费可以终身减免20% 非常非常的划算可以终身减免20% 我们先打开一下这个邀请链接打开之后呢 这边还会随机的送给大家一个50美金的盲盒 这边填上我们的邮箱邀请码的话是默认填写的 填写完成之后这边会接下来我们可以绑定一下手机号 手机的话是支持中国大陆地区注册的 我们先填写邮箱然后呢再填写手机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们进行第二步 交易所的手机端安装安卓还有苹果 下来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在手机上面去安装这些东西呢 因为我们在电脑上面大家可以看得到有非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对我们新手朋友特别的不友好 根本看不懂对不对 但是呢在手机上面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可以去安装一下他的手机客户端 先来说一下安卓如何下载安装 我们一会再说苹果先说安卓 安卓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邀请链接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QQ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直接扫描这个二维码 如果扫描的时候其实有风险被拦截 那可能是被人恶意举报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手机 然后选择一下支付宝 支付宝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也是可以下载的 或者是呢还有一个其他的方法 就是我们这边可以随便的选择一个浏览器 我这边用的是360 360浏览器这边也是也是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是可以直接扫码去下载的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点击这边的又向下条箭头 这边有一个更多客户端 我们点击一下 安卓这边点击下载他的APP 然后这边会下载一个他的APP 我们在电脑上面登陆一下QQ 然后直接把这个下载的APP拖出来到这个手机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安卓安卓就是这么简单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苹果苹果的话会有一点麻烦 因为苹果手机的话是属于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才能下载他的APP 海外ID也就是海外的苹果商店的账号ID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大陆地区的ID不能下载他的APP 然后是哪一个呢 很多人不懂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点击一下我们的苹果应用商店 然后选择右上角这边 这个邮箱账号不能是大陆的ID 必须是海外的ID 那这个ID可以去哪里找呢 我们可以在 谷歌 大家记得一定要去谷歌 在谷歌里面搜索一下海外ID购买 不要去百度百度是搜索不到的去一下谷歌 可能就几块钱一个吧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十几块钱一个 这个是六块钱很便宜 这个是九块钱一个 反正就是几块钱一个 这个是十块钱一个购买完成之后呢 我们先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ID点击这边拉到最下面 有一个退出登录 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然后登录上我们海外的ID 我这个就是海外的ID进来之后我们搜索一下OKX 搜索OKX之后这边会有一个下载 我们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广告 大家不要下载第一个是广告 然后OKX的图标是黑底五个白色的方格 然后中间是像伞子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OKX第一个是广告 然后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我这边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已经提前下载过了 然后安卓我这边也是下载过了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我们的安全问题一定要设置好 首先的登录上我们的APP 然后呢 我们来到这里之后点击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个人资料 我们选择身份认证 在这边我们认证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安全设置 选择安全中心 这边这些邮箱手机号身份认证建议大家能绑的东西全部绑定上就可以了 偏好设置这边呃语言我选择的是简体中文 然后机家货币 默认的话应该是美元 而我直接改成人民币了 这个看 这个按照大家的习惯就可以了 然后消息通知就不用管了 呃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最重要的操作 就是 因为我们赚钱了 有时候我们要提现 我们呃 买币的时候要充值 那我们在哪里绑定银行卡呢 点击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c2c交易 点击跳过 选择我的 然后选择收款账号管理 点击立即添加就行了 这边添加的话给大家说一下 这边会有银行卡微信和支付宝 我们强烈建议大家选择银行卡就可以了 想微信支付宝不要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微信支付宝我们只有一个 如果冻结了就冻结了 但是银行卡的话 我们可以办多个银行卡不容易被冻结 好 基本的这个设置 我们绑定完了之后 我们进行下一个 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USDT 怎么买USDT呢 下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USDT USDT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它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是泰达币 USDT 假设我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 格狗币 以太坊之类的 我只能通过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你是美元 英镑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去购买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也就是USDT 说白了 只要你想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这边 我手上有人民币 有美元 有欧元 有英镑 我想直接买这种比特币 以太坊 勾勾币 这种是不可以的 你必须拿着你的美元 人民币欧元 先去购买这个USDT 你手上有了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这样说大家能听得明白吗 好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如何去购买USDT 好回到首页 我们选择这边的买币 这边有两个 有一个CRC 选择CRC 不要选择这个快捷 为什么快捷是系统自动的匹配的 非常多的骗子 但是CRC 我们可以自己选择上架 如果这里没有买币 你可以选择左上角 然后这边CRC也是一样的 点击跳过 好这边就有非常多的商家了 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一下 这边选择购买 然后选择USDT 金额我们想买多少钱的 我买两万 选择确定 然后支付方式 我选择银行卡点击确定 好我们耐心的等一会 我这边网数不是很好 好了我们这边呢 接着我们就可以筛选一下商家了 看哪里呢 大家就去看他们的成交量和成交率 越成交量越高 成交率越高 这种是最可靠 你像这边有一个300多的 这边还有一个9000多的 哎 我们就选择 这个9000多的 选择9000多的之后 我们点击一下他的这个名字 然后再看哪里呢 看他的开店时间 他的这个开店时间 越长 越久越好 最好是一两年两三年 之上的店铺 越久越好 看他的 总成交率 总成交单数 1万单 99%的成交率很高了 然后他的时间这边已经是 快两年的店铺了 像这种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选择这边的委托单 选择usct 好 这边七块二毛二 然后我们选择这边的购买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好的 然后输入我们的金额 假设我们想买多少钱的 然后输入我们的金额就行了 我在这边呢 给大家来以截图的形式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选择crc 呃 在这边选择金额 然后支付方式 这边一万 好多少钱 然后看一下这边的开店时间 成交单数 然后成交率 像这个也是 两年的店铺了 两万多单是没问题的 然后选择委托单 选择这边的购买 好点击零手续费买入 然后这边会生成一个订单 卖家可能会发来一个消息 我们点击付款详情 好 我们现在呃有的时候呢 卖家给我们发来一条消息 这个消息呢 可能是卖家需要我们提供一下尽贴的流水明细截图 他需要看一下我们的银行卡是否是正常的 防止我们是一些 洗钱赌博的或者是反例的之类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去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看一下我们的账户的明细 把我们最近的交易的明细 像我这边 买烟买酒买水果逛超市点外卖 我这种截图 我给他看一眼 他感觉没有问题了 他这边 就会把他的这些收款信息 像他的姓名 收款卡号 哪个银行 他就会发给我们 我们再给 假设我们买一万块钱的 我们给这张银行卡 打过去一万块钱就行了 转完钱之后再点击 我已支付 千万不要还没转钱的 就给人家点击我已支付了 一定要转完钱之后 再给人家点击我已支付 这个的话请大家放心 这个是平台担保的 他们在平台都有是担保金的 和淘宝交易是一样的 大约也就是等个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币就会到账 基本上他们放币的话 都是几分钟的时间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一百个 USDT 好 我们点击这边的资产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一百个USDT 然后呢 我们点击资金 这边有一百个 但是呢 交易账户是没有钱的 这个资金账户和交易账户 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我们的钱是在资金账户 资金账户只是说明 我们的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呢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顾名思义 是交易来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可以用来交易 所以呢我们需要把我们资金账户 里面的钱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那如何放呢 好点击资金账户 点击资金滑转 这个滑转的话是不要手续费的 请大家放心 资金账户到交易账户 选择USDT 选择最大点击确定 这个是不要钱的是免费的 请大家放心 滑转完之后 这边是立即到账了 我们点击一下交易账户 好现在钱在我们的交易账户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买币了 我们点击这边的交易 这边会来到这个交易的页面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很多心统朋友不懂 现在给他说一下 这边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我们这边可以选择比特币 狗狗币以太坊之类的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2237 2237是当前这个一天是以太坊的价格 上面是买入 下面是卖出 然后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然后呢 还有一个我们买币的时候 要把限价委托改成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成交速度快价格便宜 假设我们这边想买比特币 我们点击这边的一天是 我们输入BTC 就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了没有 又变成比特币的价格了 在这边呢 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了 这个网站叫做飞小号 大家可以在谷歌上面搜索一下飞小号 然后飞小号.com 是他的官网 然后这边假设我们想买任何的货币 想买比特币 我们输入BTC 想买以太坊 输入ETH 想买索拉娜 我们输入SOL 我们想买狗狗币 来输入DOGE就可以了 不能直接输入汉字 假设我想买狗狗币 DOGE 好选择这边的币币 大家看到没有变成狗狗币了 0.092 那我还是回原来吧 我想去买我的以太坊 选择BB 选择以太坊 好 和刚才一样选择试价委托 然后呢点击拉满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拉满之后拉到100% 可用100个USDT可买0.04个以太坊 我们点击买入一天一次就行了 点击这边的买入 在在在这边的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假设现在以太坊的价格 我们先买入 是2238 我们买入 过两天以太坊讲 涨了 卖出一天一次 涨了100美金 2338 我们如何卖的点击这边的卖出 选择试价委托 然后呢再拉满 然后再点击卖出就行了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低买高卖 我们是不是赚钱了 我们是不是盈利了 嗯 100个 USDT 好 那现在有小伙伴可能就想问了 我想把这100个USDT 我想 换成人民币 那如何操作呢 好 我们回到这边的资产 刚才 在我们操作的时候 买 我们买币的时候 是从资金账户 放到了交易账户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想卖币了 那需要来一个反向的操作 需要从交易账户 重新放到资金账户 也是非常简单的 交易账户 点击资金滑转 从资金账户 我们刚才是从资金到交易 现在卖币 就要从 交易到资金 好 交易到资金 看见没有 交易到资金 好 点击最大点击确定 好 华盏成功了 交易账户 没有钱了 钱是在资金账户 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卖币了 点击首页 点击这边 和刚才一样 选择CRC 这边要选择出售了 然后你想卖多少钱呢 你说我想卖2万 然后支付方式 选择银行卡 选择确定 好 重点来了 还是和刚才一样 筛选商家 这边有个6000多的 我看一下他 哎 他也可以 两年的店铺 然后6000多的完成率99 就他了 然后我说的 我们点击这边的出售 选择最大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卖掉100个USDT 可以得到717人民币 点击零手续费卖出就可以了 大约几分钟的时间 卖家就会把我们的钱 打到我的银行卡里面 是717人民币 这样的话 是不是低买高卖盈利了之后 换成100个 把这100个USDT 换成人民币的一个全过程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提位 1735 二 说实话 在此前就有一些金融机构 放出这样的预测 认为比特币的价格顶峰 也就到6万美元左右 只不过在当时市场一片火热 所以基本上 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预测 而直到现在 比特币的价格直接暴跌到5万2千美元 很多投资者都表示3.1 计算公式为出口商品换汇成本等于出厂所需 总成本出口销售金购物 二 注意计算托盘加集装箱的中运方式额外费用 三 使用正确的运价标准计算运费 通常换汇成本低税务局势不会管的 因为你赚钱了 只要及时足额交税就行了 3.4 比特币有地址是能提币的 每个人的比特币地址都是独一无二的 有地址就可以进行比特币转账 比特币地址是可以不存储在网络上的 更是可以独立于你的钱包和存在 可以看成是银行卡账号 5.更加看好狗狗币 因为狗狗币之前不被人看好 马斯克几次大量购买 并且给狗狗币赞 马斯克已经成为狗狗币的最大中奖 因此狗狗币上涨更获得它的利益 马斯克在自己社交媒体表示暂停用比特币狗歌 引起了比特币价格暴跌 6.1 一个比特币要13万左右人民币 2.比特币Bitcoin的概念 最初由中本聪在2008年11月1日提出 并于2009年1月3日正式诞生 根据中本聪的思路设计发布的开源软件 以及建构其上的P2P网络 比特币是一种P2P形式的虚拟的加密数 比特币中心数据获解答 1484 1.它在币宽的石盘数据显示 肥宅账户总资产为430万3131美元 约合2700万人民币 其累计收益率为3316.69% 约收益率482.8亿 而3月12日以来 其账户累计收益为584万1895美元 约合3740万人民币 这个收益率相当恐怖 它直言 字二 比特币的价格每时每刻都有变动 要知道比特币值多少人民币的话 需要查看当天的数值 现在有很多金融网站每天在更新比特币价格 用搜索引擎搜索比特币价格即可查看 目前一个比特币大概是47000人民币 不过比特币在中国是3 比特币的实际波动率从6月10日的6.7% 下跌至6月15日的4.5% 而在下跌之前 比特币一直保持较高的实际波动率是0 在65%上 同样 以太坊的实际波动率 从6月11日的8.4%的高点 下跌至6月15日的4.9% 比特币和以4 表示买和卖的总成交量 如果刚收养解 成交量度用红色 收音线用绿色表示 用红色或绿色是根据当日收音收养决定的 学习炒股知识 训练炒股技术 积累炒股经验 体验坐庄快速 游小股市 智慧与谋略的虚拟股市 5 没有任何关系 ETC是一种电子识别功能的工具 车辆过高速路口可以不停车过去 就直接可以通过记录和消费 比特币是一种电子货币 6.2014年2月25日 比特币中国的比特币开盘价格为3562.41元 截至下午4.40分 价格以下跌至3185元 跌幅于10% 根据该平台的历史行情数据显示 在2014年1月27日 低比特币还能兑换5,032元人民币 这意味着在平台上不比特币为什么需要挖解的 673 1 数字货币不同于虚拟世界中的虚拟货币 因为它能被用于真实的商品和服务交易 而不局限在网络游戏中 早期的数码货币数字黄金货币 是一种以黄金重量命名的电子货币 现在的数字货币 比如比特币 来特币和PPC是依靠 2.1 比特币有监管风险 很多银行账户不允许比特币交易 2. 比特币没有涨跌幅限制 很容易出现亏损 3. 比特币很容易出现恐慌 从而导致价格大幅度下跌 比特币作为新兴行业 这几年发展非常好 少部分人通过比特币实现了财富自由 3. 挖矿的收益 包括挖比特币的数量和比特币的价格 挖矿的成本主要包括购买矿机成本 电费成本 厂地成本 人工成本以及其他营运成本等 不同的矿机 旗价 算力和功耗等性能都不相同 而且不同地区的电费和人工成本也不一样 4. 火币网 可跟与币安网为中国国内三大比特币交易平台 因比特币交易风险极高 对于投资经验不成熟的用户 建议慎重选择 温馨提示以上解释仅供参考 不做任何建议 若是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您在做任何投资之前 应确保自己5.2014年2月25日 比特币 中国的比特币开盘价格为3562.41元 截至下午4.40分 价格以下跌至3185元 跌幅于10% 根据该平台的历史行情数据显示 在2014年1月27日 一笔特币还能兑换5,032元人民币 这意味着 该平台上 不留 数字货币钱包是用来帮助你存储 管理 交易数字货币的功能 利用钱包中生成的数字货币书款地区 公养 可以接受他人给你转账的数字货币 也可以把你钱包中所拥有的数字货币资产转账给他人 数字货币钱包内的资产 除了交易所上 比特币主要消费国家减大 1853 55 比特币的价格每时每刻都有变动 要知道比特币值多少人民币的话 需要查看当天的数据 现在有很多金融网站每天在更新比特币价格 用搜索引擎搜索比特币价格即可查看 目前一个比特币大概是47000人民币 不过比特币在中国是6 上周 比特币遭遇了自新冠疫情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 跌幅超20% 因此 比特币市值跌至8500亿美元以下 较其峰值1.07万亿美元大幅减少 由于全球债券市场大跌之后 收益率上升并引发了风险资产的抛售 债券价格的持续下跌令比特币买空卖空解答 1371 1 比特币的总量是2100万个 2009年 比特币诞生的时候 区块奖励是50个比特币 诞生10分钟后 第一批50个比特币生成了 而此时的货币总量就是50 随后 比特币就以约每10分钟50个的速度增长 当总量达到1050万时 2100万的52 目前从事比特币相关行业产业开发的 已经涉及到很多方向 要想了解关于比特币交易的价格走势 就要去相关的比特币交易平台去详细的了解 目前国内做比特币交易规模比较好的有三到四家平台 其中从交易量和交易规模上来看做的相对更三 比特币是一种虚拟货币 其价值尚不能得到肯定 盲目投资会带来较大的风险 国家不准交易比特币等虚拟货币 主要是出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所做出的决利 4. 现阶段中国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通用的最小买卖单位是0 01比特币 如今虚拟货币交易服务费也要需要0 一个比特币 按照X的价格 转账手续费也在120元上下 比特币最小数值为0 000001连网络成本费都不够支付 当你仅仅只是 5. 派币 只要是商家都是可以抑获的 派币的收益周期是一年 派币就可以内转交易换钱了 派币 PAB派币 是一种新的加密货币 肯定比特币值钱 1派币等于1400元人民欧 在2022年4月1日后 开发的社交裂变的挖矿比特币现在的6 除比特币外还有许多加密数字货币 例如来特币 狗元币 狗狗币 比特股等等 比特币是一个共识网络 促成了一个全新的支付系统和一种完全数字化的货币 它是第一个去中心化的对等支付网络 尤其用户自己掌控 而无需中央管理机比特币交易公式解答 比特币价格消息 1324 1. 埃尔特2013年4月创立于北京 是全球两间 中国早期的比特币矿质 全球知名的综合性加密货币矿质 是闻名世界的比特币矿质 在这里大家可以进行币种的研究 而且为大家提供最新最全面 最丰富的币价 还有独特领先的算法功能 F22 您好 比特币涨跌控制因素有 1. 供求关系对数字货币价格的影响 2. 项目热度对数字货币价格的影响 3. 流动性对数字货币价格的影响 4. 代码进度对数字货币价格的影响 事件驱动对数字货币价格的影响 1. 因素是以一 供求关系对数3 其他的一些前提则是网络本身没有崩溃 新的漏洞不会导致 所有一切都分崩离析 所有人都并不在意比特币缺少匿名性的本质 丢失私人密钥并因此而可能损害小部分财富的人 不会过多的抱怨 以及挖矿木马的改进不会令比特币的供应量遭到突然冲 4. BTC-123的收集的市场数据比币看网上 这些新开的市场的数据在BTC-123没有收入 他比币看网多了比特币中国的开线图 关注比特币中国的走势的可以关注这里 不过话说回来 比特币中国的行情也是跟T-123走的 3. 巴比特 5. 比特币投资一个 暗线型价格应该是24万元左右 最小单位可以买0.1个也就是2.4万元 6. 伯伯在说它的迷你矿工每月产生0.0002478比特币 减去5%的矿质费用 按照今天的价格 这价值9.35美元 因为它在洛杉矶散后 那里的电费是每千瓦时22美元 如果它一天24小时迷行它的光铁 它总共需要出口15.841549元 1. 根据Quantz 2行情显示 截止今晚 比特币限价3600美元 而2019年价格数据如下 2019年最高价4109.02美元 2019年最低价3391.02美元 2019年开盘价3746.71美元 2019年收盘价3616.88美元 比特币2019年价格总是 2. 因为市场的需求 越来越多是比特币软件也接连冒出 推荐一下火币网行情很及时 你可以下载APP操作体验一下 不用之后感觉操作方便 3. 目前没有任何明文规定说 挖比特币是犯法的 所以它是不犯法的 只不过因为挖矿的成本大 耗电量多 因此火国初闻不允许设立矿场挖矿而已 主要原因还是耗电量大 质量给社会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因此才会出此政策 1. 比特4 7月份 1. 比特币的历史最低价格出现在2013年7月6日 最低价跌到了437.92元人民币 2. 比特币的发行时间是2008年10月31日 其初时价格为25美元 5. 比特币挖矿一天能赚多少钱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计算 比特币挖矿能否赚钱 不仅要看挖矿的收益情况 还要看挖矿收益能否复改挖矿成本 挖矿的收益 包括挖比特币的数量和比特币以下 挖矿的成本主要包括购买矿机成本 电费成本 6. 货币和支付构成了区块链1.0时代最显著的英语 出现了以比特币为代表的一系列虚拟货币 如来特币 狗币 瑞波币 蔚来币 点点币等 全世界前后产生过数千种数字货币 到现在还在运行的大概有700多种 这些另类货币冲比特币交易策略解答 675 1. 2022年 比特币的挖矿成本 需要看是什么矿机和电价 比特币挖矿成本大约在7000到9000左右 有无的话还请更正 目前比特币价格2.6万 2. 区块链Burkin是一种很早就被学界提出 但近几年才被比特币带火的一个概念 比特币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一种实现 比特币是一种加密货币 或者较数字货币也可以 我们先以比特币入手谈谈比特币是怎么利用区块链技术 3. 对于市场的售价者 每一个成功的市价订单 系统会基于合同价值收取合余价值0.075%的倍率 价值5美元的比特币交易 与价值5,000美元的比特币交易 所需要支付的手续费可能是相同 他们是通过每字节数据多少从Satopi4 Satopi是一个由著名交易所Vipkinic发起 和由全球多家交易所支持的Q11店的代币 Satopi是基于比特币网络上的一个资产代币 Aumnavia协议 按照银行实际持有的法币量进行发行 市场价值与美元按照11毛利 用户可以向使用5.6月22日 比特币价格突破1万美元大关 比特币价格在10200左右震荡 24小时涨幅近7% 6月26日 比特币价格一顶突破12000美元 创下自2018年1月来近17个月高点 6月27日早间 比特币价格一度接近1万4000美元 在创年内6 其实要说关系话 应该说比特币属于区块链的一种形式之一 区块链的概念大于比特币有 区块链的诞生肯定离不开 不能不提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钟本聪 他是比特币的发明者 当时是2008年 他对于经济危机的发生相当不满 认为资1308 1.2020年7月14日 比特币行情最新价格EBTC 64,449.80人民币 温馨提示1 由于市场行情实时变动 此数据仅供参考 具体以交易时实际的行情价格为准 2. 入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因时间2020年7月14日 最新业务变化前一二 对于这些数字货币来说 它的整体的价格涨幅 是和整个国际经济形势 和各国对于比特币的管制 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对于这种数字货币来说 它本身是不存在任何价格 但是由于它有很强的安全性 和保密性 而且它不存在任何通货崩 3. 比特币最初的价格 是0.0025美元 而现在的价格是9297 plus 6 9297除以0.0025 等于371万8800倍 370多万倍 比特币是在17年病毒勒索 事件之后才被很多人熟知的 17年比特币开如 好像才1200美金左右 后面因为这个事件 就开如猛涨 到年底最高到了 到7月12月 这个周期已经完成了1198天 由于整个周期需要1725天 大概日期为止 距离实际价格超过 BTC市场价格还有4个月 然而在4个月习数时 比特币还需要222天 才能达到之前的历史最高点 这意味5.3 某国外新闻 在Bitcoin特论坛上购买 曾有人花了1万个比特币 买了两份披萨 4. 通过淘宝购买 鱼池创始人神鱼就在淘宝上 低价卖出了很多比特币 10年前就是2012年 作为过去10年里的最佳投资标的 比特币的确当之无愧 6. 我们都认为 现有的比特币其实存在着 非常高的溢价情况 且它没有任何实体经济之声 很有可能会存在泡沫风险的问题 我认为比特币的暴跌和增长是正常情况 对于比特币的购买而言 我认为最为看好的 反而是当初它不为人质的阶段 比特币产量减半减半 1783 1. 2014年2月25日 比特币中国的 比特币开含价格为3562.41元 截至下午4.40分 价格以下跌至3185元 跌幅于10% 根据该平台的历史行情数据显示 在2014年1月27日 以比特币还能兑换5,032元人民币 这意味着 该平台上不良 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存储 点对点传输 共识机制 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 区块链Burkain是比特币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本质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库 同时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 是一串使用密码学方法相关联产 3. 根据2020年1月3日的货币换算比例 一个比特币等于47000人民币 和法定货币相比 比特币没有一个集中的发行方 而有网络节点的计算生成 谁都有可能参与制造比特币 而且可以全世界流通 可以在任意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上买卖 4. 你自己的比特币是存放在自己的比特币地址上的 比如我都是在火币玩比特币 我的比特币就是在火币网上 但是我也是拥有自己的比特币地址 无他们的本质不同 因为比数倾列特币用于促进交易 而区块链用于记录交易等等 目的BTC旨在快速 高效地使用这种加密货币进行交易 而无需政府介入 另一方面 在从移动信号技术等众多领域中 区块链是无需中间人就被方便的 6. 2013年4月1日 在20813年3月28日 PC总市值超过10亿美元 比肩独角色企业 在2013年4月1日价格超过了100美元 9天后BTC价格达到了266美元 比特币今日价格解答 1. 也就是说 通过区块链技术的不能 互联网中的每单设备 都可以成为网络中的独立个体 此外 区块链可以通过相同的加密技术 不予设备所有权的概念 以确保每台设备都是独一无二的实体 此外 任何设备都可以通过签名及加密的 2.01区块链 是比特币的底层技术区块链 是一个分布式账户 简而言之 是一个分散的账户 可以被许多人查看和加入 例如 每个块相当于绳子上的每个节 当每个新交易进入区块链时 它相当于一个事件 为了标记事件的发生 将制作3. 行业发展现状 1. 2020年市场规模增速超90% 2016到2018年 大型AT互联网企业纷纷布局区块链 初创企业进入井喷模式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根据IDC的数据 中国区块链行业经历了 从2017年的0.85亿美元级别市场规模 到2020年的5.61亿美元级别产业规模4.1 推广赚用金 区块链的做法是 首先注册交易所账号 生成自己的邀请链接 然后推广 有人通过你的链接注册了交易所 并产生交易的话 你就有佣金 2. 炒币 炒币就像炒股 炒币是区块链赚钱门槛最低的一种方式 3. 挖扣 5. 区块链协议层就有主要包括网络编层 分布式算法 加密签名 数据存储技术等四个方面 网络编程能力是大家选择编程语言的主要考虑因素 因为分布式算法基本上属于业务逻辑上的实现 什么语言都可以做的 其中加密签名技术是直接简单6. 7. 50 Telegram 创始人计划 在团区块链上推出用户名交易市场 金色财经消息 Telegram 创始人 Pihodorff计划 在团区块链上推出一个用户名交易市场 从而把用户名变成一种类似于NFT的智能合约 可以在区块链上自由交易 Telegram 生态系统的其比特币以太币区块链解答 1555 1.2 链币之家 链币之家是一款专注于数字货币的平台 让用户拿起手机就能了解比特币最新信息 把握实时行情 抓住区块链行业发展趋势 可以帮助用户更加容易的进入数字货币市场 更加轻松的进行投资赚钱 3. 比特行求 追踪 2. 你可以使用比特币购买一些虚拟的物品 比如网络游戏当中的衣服 帽子 装备等 只要有人接受 你也可以使用比特币购买现实生活当中的物品 2014年2月25日 比特币中国的比特币开盘价格为3562.41 截至下午4.40分 价格以下跌至3185分 3. 比特币的总量是2100万元 按照目前的BTC开采速度 目前已经开采了超过1900万个BTC 仅剩下200万个BTC有待开采 将区块奖励减半 目前为每区块的 25 BTC 意味着下次简单 每区块3 175 BTC 这有助于预测数字资产的供应机制 4. 其实有很多种渠道都可以购买到BTC比特币 下面我来给你罗列一下 1. 线上可以在各大网站平台通知人民币后购买BTC 比如CB平台 2. 也可以在很多场外交易的群里从其他用户手里购买到 3. 好像刚看到新闻 北京 深圳 5. BTC123是一个比特币相关的导航网站 不过在二宝的经营下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商业性的网站 6. 中国比特币CHBTC交易平台的ABP 可以交易BTS 可以充值 还可以买入和卖出 比特币以太币怎么挖解的